禪定分成好幾層 出禪、二禪、三禪、四禪 出禪是在一界天 二禪在無色界天 三禪在無色界天 四禪就進入佛性 然後再從四禪那邊再出來 有的人是這樣子講 出禪在一界天 二禪在色界天 三禪在無色界天 那麼四禪在哪裡呢? 有的人是這樣子講 四禪就是出禪、二禪、三禪的綜合 綜合起來那一種狀況 因為你到了進入空性的就回不來 你禪定的時候啊 得地大歸於水大 水大歸於火大 火大歸於轟大 轟大再歸於空大 你就回不來 所以有時候 禪定的時候啊 又有人講 禪定啊 出禪是色界天 二禪 出禪是一界天 色禪是色界天 三禪呢 四禪呢 四禪呢 就是菩薩的出地 菩薩的出地 也有這樣子分的 分成好幾種 每一個人的講話不太一樣 在這當中啊 有一點會出現 你到了出禪的時候啊 你一定有法味 有法味會出來 到了二禪的時候啊 你一定有光明會顯現 到了三禪的時候啊 你會看見佛性 到了四禪的時候啊 你就是等於 進入菩薩的果位 好 我這樣子講 大家清楚了嗎 大家清楚了 剛剛講的時候 有時候 天天到達的 這個 一禪 出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四禪 不是 那個一禪天 色禪天 五色禪天 然後 最後是空性 就是佛性 這樣子 大家都是 有點 迷糊 我自己有時候也講錯了 我自己有時候也講錯 不錯 剛剛那個連來講師呢 也提到射箭的問題 有幾句話 不錯 箭跟靶是一樣的 這句話很好 這個無我 這句話也很好 這句話也很好 這個無我 箭跟靶是一樣的 那麼你必須要猜 為什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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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 你要更深入的器材 為什麼會無我 為什麼佛典裡面會寫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則相 這個進去就是破產 你能夠誤出來 你再更深入一點的器材 你再更深入一點的器材 就會 凝清 就叫做破產 這個就是叫做破產 為什麼會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則相 這個進去就是破產 你能夠誤出來 那就破產 也就是開悟 那麼開悟以後還要再修 開悟以後還要再修 開悟以後還要 開悟起修 開悟以後還要進入修道的程序 所以講 資良道 夾行道 見道就是開悟 再來是修道 正道 來證明佛性 那麼我今天講那個出禪的境界 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有的人修一坦法 或者是他禪定以後 禪定了 覺得 哇 滑喜衝滿 還是滑喜衝滿 覺得滑喜衝滿 那麼我問他說 你滑喜是什麼 滑喜是什麼 他說滑喜 就是很歡喜 就是很歡喜 很高興 很歡喜 是這樣嗎 然後有時候我們看一場電影出來說 這場電影好得很 真的 滑喜衝滿 也是歡喜 也是歡喜 像我畫一張畫 避厭法是在這裡 那是畫筒 幫我摸摸啊 幫我準備水彩 有時候我畫一畫 哇 心情不好 輕彩走走走的 輕彩走走的 我看 我看 我不喜歡這個 不喜歡 不喜歡就死掉 笑笑笑笑笑 兩三三就死掉 從來 再撲一張 那撲一張有時候我把墨啊 亂撒 撒一撒 突然間發覺這個 欸 好像我有點藝術耶 給他填幾筆就變成一個東西出來 覺得今天畫的滑喜衝滿 那是滑喜啊 滑喜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吧 只能夠講滑喜衝滿 但滑喜是什麼呢 你們現在誰講得出來 滑喜是什麼 滑喜是什麼 滑喜衝滿 有人講啊 其通脈 喔 其通脈 還講得差不多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喔 所謂滑喜 就是滑樂 就是滑味 就是滑味 你知道有滑味的 這個是滑味 你就會 就表示你已經進入出場 你有滑喜 就表示你進入出場 你有滑樂 就表示你進入出場 不是仿逐了 不是說喔 好像很像很像 很像不能講 很像不能講 像有一個笑話是這樣子 有一班同學 像現在啊 老師在講課 有一班同學 那麼有一個男生 對一個女生 竊竊思議 竊竊思議 就是 像搖耳都這樣子講 老師就把那個男生叫起來 你剛才跟那個李同學講什麼 那個 男同學站起來說 我跟他講 結婚生子 結婚生子 那老師一聽到結婚生子 就很活 你那麼小的年紀 就在講結婚 在想結婚 講生子 講生子 你這個 這個學生不好好學 在課堂裡面 還跟你同學講結婚生子 那老師就把那個男同學 也罵了一頓 那男同學一直低頭不移 到最後他終於站起來 包括老師 我是跟那個女同學 借威生子 借威生子 不是結婚生子 是借威生子 借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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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